大三羊小三羊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文学 新研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这个大三羊小三羊 临床上这是一个俗话 比如说我们要求同学 在病例上不能写大三羊小三羊 这是民间教法 它的实质区别只有一个区别 就是易抗原阳性 就叫大三羊 我们叫一三五阳性 但是摆着顺序 第一个一定表现抗原 第三个是易抗原 第五个是核心抗体 小三羊我们就说易抗原阴性 易抗体出现阳性 这叫标准的小三羊 按过期理论 大三羊的传染性 复制性比较大 小三羊的传染性 复制性比较小 但是这只都是一个推理和概率 目前的一般不太提这个词了 因为呢 我们现在有更精准的DNA定量 大三羊的病人 如若吃了抗毒药 他大三羊还没变 DNA转阴了 说明他病毒目前已经不复制了 而小三羊病人 有人出现变异了 DNA定量还很高 也说明他复制性传染比较大 过去老讲大三羊小三羊 现在不太讲了 就乙肝病人 他是不是复制 就不管大三羊小三羊 都是乙肝 复制不复制 拿DNA定量讲 不再说大三羊小三羊 这是民间还这样说 给大家强调一下 MING PAO CANADA